第137章 黄子霞的心口,也如那种流动的颜色般,涌出一种难以言喻的疼痛,几乎令他窒息。 这混杂了惊惧、迷惘、怨恨与惆怅的痛苦,灼烧着他的胸口,几乎令他连开口的力气都没有。 但他终究还是开口,以全身的力气张开了自己的双唇。 真奇怪,开了口之后,仿佛就有了一条银河,自他的心口流出,潺潺的,冰凉的流过他的喉咙。 于是,那灼烧着他心口的痛楚,竟也消失了。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莫名的亢奋,一种深埋在地底一整个冬天后终于破土而出的心芽的力量。 让他不顾一切,就像直视正午的阳光一样的,直视血淋淋呈现在他面前的一切。 哪怕自己的眼睛会被刺瞎,也在所不惜。 诸位,那是黄紫霞平生破的第一个案件。 一个案子结束,一个罪犯受到惩罚。 然而,另一个故事,却又开始了。 黄紫霞的生意略有阴雅,却十分稳定,平静的几乎带着一丝冷酷的意味。 若不是魁王爷当初曾看过卷宗,告诉了我后续事宜,我也不会知道。 原来夜时怒火中烧,而勒毙妻子的这个新婚丈夫,自幼丧妇,下面有一个弟弟,母亲孤苦无依,日夜背着幼子,带着长子织布。 熬得三十几岁,便瘦小枯干,白发早生。 一个寡妇,拉扯大两个孩子,其间艰辛自不必说。 终于熬到长子十八岁,居然时来运转。 长子聪明无比,走街串巷,卖针头线脑,赚了点本钱。 又借了些钱,盘下一家九四。 他经营有方,九四生意红火,也随即有人做媒,娶了一个漂亮的妻子。 眼看全家老小,苦尽甘来之际,却谁知因一场伴嘴,飞来横祸。 儿子勒死了儿媳,又伪装成自尽,事情败露之后,国法难容,被斩杀于街头。 那九四自然被债主追上门来,变卖还债,连家中的东西也被搜刮一空。 那寡母辛辛苦苦,好忍十几年,眼看过了几天好日子,却忽然一息之间,儿子死了,媳妇死了。 他承受不住这打击,在大儿子被问斩的那一日,陷入疯癫。 他说到这里,尽管竭力克制,但终于还是忍不住看向雨萱。 他看着雨萱的身体在瑟瑟发抖,太阳穴上的金金突突跳动,几乎连他都能体会到那种血脉绝望地在体内流动的感觉。 但黄紫霞咬一咬牙,狠狠地转开目光,几尽残忍地继续说了下去。 疯了之后的母亲,某一夜,掉死在了屋内,他儿媳妇曾挂过的那个地方。 他的小儿子那时十四岁,早上起床后,在空荡荡的屋内,看见母亲的尸体悬挂在梁上。 也不知是被吓坏了,还是怎么的。 他抱下母亲的尸体,守了三天三夜,愣是没有吭声也没有动。 若不是邻居们觉察不对劲后,破门而入,他也必将死在母亲身边,无声无息。 阿弥陀佛。 沐善法师,轻松一声,漠然站起,似乎不忍听下去,想要离开。 站在前面的周子秦,抬手拦住了他。 诶,大师,既来之则安之,血流缠布,听完再走如何? 沐善法师无奈,垂眼又在椅上坐下。 黄子霞没有在意下面的动静,他依旧缓缓地,几尽残酷地说着那个故事。 邻居们将已经昏迷的小儿子送到医馆,帮忙将他的娘亲,埋葬在了乱坟岗上,大儿子的身边。 小儿子的一条命,终究还是救了回来。 但因为垂死救回来,在医馆中恍恍惚乎,壮入吃傻。 某一天离开了医馆,走得不知所踪。 大约是,成为了成千上万个街头起而终的一个。 他说到这里,停了下来,顿了许久才说。 这是魁王爷所见的,暗宗上的所有记录。 而,在我最近到了成都府之后,我遇见了另外几个案件。 忽然之间,又似乎拼凑出了这个故事后面的部分。 一室接近。 范应熙和周祥虽然不太清楚他此时讲述这个多年前的案件是为什么, 但见李淑白端坐在椅上,凝神静听,于是也都不敢动,只坐在李淑白的左右,仔细听着。 我接下来说的,都是猜测,没有真凭实据。 所以,请各位孤望听知。 黄紫霞说着猜测与孤望之类的词,但脸上的表情却让所有人都知道。 他说的是关重大,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,所以人人都屏息静气,大气都没人出。 那小儿子,或许在数年前的一场灾荒中,随着鸡民南下了,当时很多人的落桥点,就在成都府。 时间渐渐过去,他也逐渐清醒过来,但流落异乡,孤苦伶仃。 他一个孩子,终究是无力回到长安的,只能留在成都府街头,乞讨为生。 然而,他聪慧过人,一心向学。 本来在家中已经开盟,于是在书数捡来几本旧书,又在墙角下投听先生的讲课。 不多久,便超过了正经念书的那些学生,令先生们赞叹不已,博得了神童之名。 以至于,说到这里,黄紫霞的声音,终于不由自主地微颤了一下。 以至于,连当时新任的成都皇室君,都听到他的名声。 在见面交谈之后,惊为天才,于是,将他收为一子,带回府中。 听到此处,周祥与范应熙都不由地道歇一口冷气,而一直像一柄标枪般站立在李淑白身后的张行英,更是不由自主,发出了一声惊呼。 李淑白静静地听着,一直凝望着外面重重的合影。 王韵手上的扇子早已放下,他专注地望着黄紫霞,几乎都望了眨眼。 唯有雨轩,他依然维持着那个动作,坐在椅中,周围跳动的烛火,在他面容上投下一层扭曲的光,让他在忽明忽暗之间惨淡无比。 也可怕无比。 一个孤儿,得了使君的悉心培养,从此人生截然不同。 他进入了辅学,得到最好的夫子,最悉心的教导。 他在成都成为名造一时的才子,受到众人追捧。 他温柔细心,处处爱护黄使君的女儿,让黄紫霞忘却了一切的爱慕他。 他在三年后,好娶了娶人,春风得意,从此即将踏入青云之路。 他知道,他不再需要利用仇人了,于是他搬出使君府,送给了黄紫霞一只镂空的双鱼玉镯。 周紫霞听到双鱼玉镯几个字,愣了一愣,然后赶紧跑到旁边的房间,将它取来,放置在桌上。 哎,小心,这上面可有剧毒啊。 一个,带有剧毒的镯子。 黄紫霞却毫不畏惧,将它轻轻拿起来,展示给众人看。 那镯子光滑流转,万千缕灯光从镂空的地方射入,又从镂空的地方折射而出,千重光彩,无法描摹。 它深吸了口气,指着里面的八个字,万木之掌,何妨威霞。 这镯子,是根据那块玉的纹理而设计,这字,又是它亲手刻上去的。 可以说,这镯子天下独此一个,绝无第二。 在黄紫霞逃出后,我们从傅心软那里找到它。 周子晴检验发现,傅心软与温阳,殉情所用的毒,绝非五座当时验出的皮霜。 它们种的,是极其珍贵稀有,从深宫居中流传下来的,镇毒。 这下,不但周祥与范应熙低呼出来,就连王韵都脸上变色,皱起眉头。 而由此,我想到一件事。 那便是,在黄紫霞一家遇难时,黄紫霞也将雨轩所送的这个镯子,戴在手上,片刻不离。 而这镯子,也是傅心软临死前所戴的。 而当时中毒而死的人,又都是显露出披霜中毒的模样。 这两者,是否有什么关联呢? 因此,周捕头却探查了黄使君一家的坟墓,重新绝食检验,剪下三个人的头发带回。 果不其然呢,他们同样死于镇毒之下。 黄紫霞的目光,透过所有惊恶诧异的人群,落在雨轩的身上,一字一顿地说着。 黄使君一家和傅心软,完全不可能有交集的两种人,可最后却死于同一种稀少的毒药之下。 所以很大的可能性,镇毒就是来自这个手镯之上,这是他们唯一的共同点。 而这个手镯,由黄使君的义子雨轩亲手设计,交给匠人制作,又在当初送给了黄子霞。 雨轩的身体剧烈颤抖着,她的身子不由自主地蜷缩起来,抬手用力捂住自己的太阳穴, 竭尽全力想保持自己坐在那里的姿势,可没有用,她的太阳穴与手背上的青筋根根爆出来, 她用力地咬着自己的下唇,可下唇都被咬轻了,也无法抑制自己急促的呻吟。 黄紫霞望着她这种冰死般的痛苦,却一声不吭,只用力地呼吸着, 将自己心口的怨恨与悲痛,在颤抖的呼吸中,一点一点地挤出胸口, 不让自己的意识被那些东西撕裂,一片暗流涌动的骚乱。 冲果,我有疑问,你曾让富贵舔过你触摸过这镯子的手,我也曾检验过这镯子的外面和里面, 事实证明它是无毒的。 而且,宇轩送黄紫霞,齐腾送傅心软这个手镯,都是在出事之前好几个月。 我想问,如果真的是这个镯子被下了毒的话,那么这镯子上的毒难道是有时有,有时又没有吗? 又或者,送出去的镯子还可以调整什么时候下毒吗? 是,这镯子的毒,确实是可以控制的,只需要很小的一个动作。 黄紫霞说着,将这个镯子慢慢地拿起来,放在眼前,凝望着它。 那两条通透镂空的小鱼,活泼泼,轻热热地互相咬着彼此的尾巴,追逐嬉闹,细小的波浪在它们的身边远转流淌。 因为镂空,所以显得极其通透明亮。 黄紫霞望着这两条鱼,轻声地说道, 因为预置不好,所以为了增加明透度,中间镂空了,有无数的凋漏与空洞,难以令人一个个查看。 而这个时候,只要将一丁点镇毒封存在这个镯子内部的镂空处,待稍微干掉之后,用薄辣糊住,便丝毫不会泄冷。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,或许一辈子,这一点剧毒,都将陪伴着主人,一直无人知晓。 他垂下眼睫,将目光从镯子上移开,那已经在他心口扎了半年多的刺,在血肉模糊的疼痛中,却让他的思绪越发地清晰,甚至变得冰冷寒凉。 整个人肃然紧张,只于撑着他的躯体,让他站得更加笔直而稳定。 黄史军家出事的那天,天降春雪,梅花盛开。 雨萱在下午过来寻他,送了他一支绿鳄梅。 在他笑语盈盈,借过梅花的时候,或者,在他们在后院采摘梅花的时候。 又或许,在他们爆发携手的时候,雨萱用指甲,或者花枝,在镯子上轻轻一刮,蜡快掉落。 那藏在镯子之中的镇毒,更彻底地袒露出来。 随后,雨萱离开。 黄家人聚在厅堂,亲亲热热地吃饭。 黄紫霞身为家族中最受宠爱的女儿,一贯会给所有人一一盛好汤,将汤碗送到客人面前。 而那一日,因为他闹得不愉快,所以他听了母亲的劝告,亲自到厨房,将那一海碗的羊蹄羹,从厨房端到厅堂。 出了厨房的门,越过亭前的琵琶树,穿过木板军烈的小门。 眼前是磨得十分光滑的青砖地,一路长廊。 海碗沉重,若再加上个盖子,实在无法这样一路端过去。 于是,他便舍了碗盖,一路跑去。 冬日的汤水,热气蒸腾之中,他手上的镯子熏得湿润,猴尔碰撞在汤碗之上,发出钉的一声清响。 那湿润的水汽滴下来,带着无人可逃,无药可救的镇毒,汇入了一整碗羊蹄羹之中。 如雨轩所愿的是,黄子侠给每个人,殷勤奉汤赔罪,正毒在每一个碗里扩散。 可未能如他所愿的事,黄子侠因为机遇悲伤,没有去咬那略带心善的羊蹄羹。 他以黄子侠为利刃,借他之手,取了自己家破人亡之仇,也使得黄子侠像当年的他一样,孤身一人流落天涯。 黄子侠说完,屋内也是一片寂静,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雨轩身上。 他的冷汗已经湿透了衣襟,因为用力地按压太阳穴,额前的乱发散了挤柳下来,被汗沾的湿头粘在苍白的面容上,异常的黑与异常的白,触目惊心。 黄子侠没有看他,他的目光凝固在空中,唯有口中的话,轻轻缓缓,却不容置疑。 而手桌上,那么多孔洞,你为了保险起见,他一时难以寻找到有毒的地方,于是,必定会用蜡封上多个地方。 在那一日,你或许打开了一个,或许是两个,但必定会多留下一两个。 因为,齐藤在救你的时候,很可能从你那边知晓了这个镯子的事。 在他下决心想要杀掉傅欣软,以迎娶周始军的女儿时,他想到了这个方法,便从当铺要了手镯过来, 然后将温阳骗到傅欣软家中,以同样的方法,刮开了一个毒封,让傅欣软亲手调好毒羹,死于非命。 而我,也在昨天试验的时候,打开了最后一个。 哦,是的,难怪当时你用指甲在里面一挑呢,要不是你现在说起,我都不知道这是干什么。 而雨萱沉重地喘息着,直直地盯着黄紫霞看,许久许久,才用嘶哑的声音慢慢地吐出几个字。 不可能。 黄紫霞微台下巴,等待着他的辩解,他紧咬下唇,嘀嘀地用嘶哑的声音问道。 如果,如果真的是我杀人,那么你告诉我,出现在我房内的那封自白信,又是什么? 众人不知所谓的自白信是什么,但见雨萱脸上那种悲痛而茫然的神情,都觉得他应该是不知其事,顿时不由地交头肩而起来。 李淑白抬手,示意众人安静,然后说道。 那封信,我倒记得。 他拿了纸笔过来,以为夫人小凯字,写下了那封信。 十数年,七下成欢,一息间波澜横生,满门为于孤身竭力于世,故不愿手上淋漓鲜血,伴我残生。 所爱非人,所爱非人,常为心中所愿,种种孽缘,多为命运捉弄。 他生不见,此生已休,落笔成书,与君诀别,苍天风雨,永隔人寰。